那又來鄉親嘉義喝咖啡嗎? 在在幾歲韓國四川 說第一次有咖啡業者禁止 又來迎賞來自世界各國 各品一個商品咖啡豆 聽說 只要喝一口咖啡就能感受到濃厚純淨的咖啡香 一杯咖啡香醬 香氣一直走出來 別看這小小一杯喝不幾歲 老闆在沖泡咖啡的時候 很清澈 很香甜 那所以我們在沖煮的部分 我們會比較著重說 我們不要把咖啡一次就把它全部萃到底 我們會把我們想要的那一個濃度萃出來之後 那我們再加水稀釋 那這樣的做法其實它可以避免說尾斷 雖然它萃出來的咖啡濃度也是夠的 香度也是夠的 但是它的味道會比較雜 那用藉由我們操作的手法的調整 讓我們的咖啡喝起來的味道比較乾淨 更像果汁 更像茶這樣子 是什麼樣的咖啡 就是這一款自己研究的煮咖啡方式 才可以讓咖啡吃的香味 就好像在你的嘴巴上面跳舞 也讓冰箱時 比較少在喝咖啡的人一喝就吵的 乾 跟一般的印象中的那個美式咖啡就很苦很苦 它這個不是 它就會回甘慢慢的回甘這樣子 口齒就會留下那個咖啡的香味 其實我平常是不太喝咖啡的 但是走進這個 有點老式建築的感覺 所以覺得這裡的環境其實相當的不錯 那咖啡呢 喝起來的感覺其實蠻順口的 也讓我覺得蠻不一樣的 就是有別於以往我們喝到的苦或色的感覺 因為每一粒的豆子 為風白到麻煩 還有醉後煮咖啡的水溫 每一個方式都要很精準 那不然就真的浪費了 莊園咖啡又人家都叫它精品精品 其實 咖啡其實是一個很大的流通的貨物 那莊園豆跟一般市面上咖啡 其實最大不養在交易的模式 因為我們把咖啡的定價 從原本用產量來當作農夫的收益的標準 在這幾波精品咖啡協會的推動 變成是用品質來當定價標準 那交易的方式其實是由咖啡的提供者 直接對農夫來做交易 那這樣的好處是 其實第一個是農夫少了一層一層的 營業運送的成本 所以農夫可以得到比較高的收益 那第二個是他可以提供比較高的品質 那這樣子的咖啡其實 因為咖啡豆的品質提高了 所以比較能夠喝出 每一個地方在地的特色 中心給民眾喝到新鮮 清洗香氣香醇的咖啡 老闆希望未來 可以有更多人加立正品咖啡的行列 做回來拿回 口感豐富香味農存的真正咖啡香 多重新鮮說 你們可以得到更多人 謝謝大家 就雖然長得利大家